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我現在為大家測試的關卡是 殘暴之路 戰神的凱旋 這個算復刻的任務 算 這是算輪迴嗎 好不管 這是復刻的任務 主要是這次同關或者人面娘 所以用了雙雙魚的搭配來做一個 測試 我看了一下攻擊力應該 用雙雙魚應該都還蠻好過的 首先這一關的話我會這樣打 基本上其實打超過應該也還好 為什麼因為我們雙雙魚減傷所以 下一關的千公盾的話也還好 我自己會說太痛 我這樣應該會Case一次 這時候就回血一下 嗯? 嗯? 只要在 好慢慢推無所謂 嗯? 好慢慢推無所謂 好慢慢推無所謂 好這樣子 這樣的血量是最好的 我是習慣這樣 我已經補血了 不過應該沒什麼差 好一樣平民轉出 3到5C 那如果我可以通關我相信你們應該沒有問題啦 我之後我們應該也要 crater 大概在一千多所以 沒什麼感覺 直接ionar開都很多了 看個人喜好 因為雙魚吸力會很快 然後這一關又是那個 靈魂石所以沒什麼差別 最近 我還常蠻用雙雙魚的 所以我都在狂關 穩定性還有攻擊力也不多 這個比更新來講說真的是還蠻討喜的 其實這個賬號一直以來都是用水雞蠟在為主力 抽到雙魚之後 也不是說水雞蠟不用啦 水雞蠟在官方來講很多關卡就是 你根本的英雄五用五之地 那我就把水雞蠟放在中間 放在中間用來增傷還不錯 只要你的印記有疊上去效果就還蠻顯素的 最高威和你可以點到2.2倍 我看這樣兩三COMBO對不對 隨便玩就好 比較有問題的我想應該是孝恩那一關吧 孝恩血量要稍微抓一下 現在我算是有點在綠竹啦 不過看大家啦 我準備了一隻鴨子主要那隻鴨子是為了怕關心的 我外加一隻控場然後一個水族 我基本上應該是不太會卡心或者是 什麼其他族之類的 我這隻二連擊也還OK 我一千多啊根本就是無感 當然 這是也是也是因為卡片的關係啦 沒有這樣的卡片要打 就是看你怎麼去吧 一般正常對我要打或比較硬一點 不是硬一點是硬很多點 像我這樣打基本上來這邊都是沒有什麼太大壓力 我當然 可能喜歡用一些比較強的卡片 就是 玩轉出技巧的 可是我個人是比較偏好我可以輕鬆打我就不想要打那麼累 啊我希望我分享影片也是能夠幫大家打得輕鬆 我現在這個回合數比較多我剛忘記了是其他一隻可以先開啊 我已經差不多就算了 我們就到下一關再疊 再來疊啊 好省事啊我只是為了省事而已 不然是可以不用轉 穩定性是沒有問題的 你combo不要轉的 比我差就可以了 應該很難比我差了 呵呵 我一千多滴而已 所以基本上是沒有感覺的 這時候可以稍微轉一下 因為CD3很快 喔 我好像在我去從中間開吃鹿為什麼 你會吃窮啦你知道嗎 我也不知道在講什麼 哈哈 喔因為可能通關要有技巧的 比較主要就是第18關嘛 其他關卡我看起來還 還OK啦 不過我們盡量還是 喔是蠻血的狀態 喔我有忘記點印機了喔 算了 這印機是他會有點小壓力啦 因為你要 同時要轉心轉水 心沒有補到 偶爾別補到就可以了 水的話 水就不能斷了 這倒是最後的 好像 剛講玩家就 就是斷掉了一個狀態 火一千多的傷害 火一千多的傷害 對一般玩家來講應該是 無感啦 一回合就可以補回來了 技術我就補2700 703的 還蠻會斷的齁 當然看魔術越多也越不容易斷 這個也要併估進去啦 斜轉失敗齁 好你看像我現在剛打他的血量來講 我沒有用 我是用屬性相剋的啦 打了要一點時間 所以這個大家要稍微評估一下 這個需要疊印機 我就先留下了 因為這印機11 回合 打一回合就可以好了 這倒剛好把你的豬削削掉了 這倒剛好把你的豬削削掉了 這樣開不準 什麼看不太多 3000多還好 就一直講有沒有 然後到最後一關都還沒有開印機了 回來下完那一關我就感覺回開了 我已經看到我沒有鼓血了 多來幾顆吧 欸不跳捏齁 好水的壓有個好處啦 吸力短 而且會受Lucky一下 有時候要Lucky一下 你就 就可以 保留一隻 然後Lucky一下 為什麼我要轉呢 因為 我要讓他吸力先跑 好像一般對我打這一隻可能 你就一直有點 不要力會就沒油 差不多了啦 還沒死 喔對喔 那個帕速盾 帕速盾的關係啦 這關比較危險 所以疊印技的時候 我會抓 timing 我等一下跟大家示範一下 前面是都沒有問題啦 因為他沒越戰越強 效果出來 就沒差 抓一半的血量差不多吧 抓一半的血量差不多吧 我現在心出蠻多的 就 就 先稍微除一下 我希望CD 再觸動一打 這樣我血量抓比較過的問題 3000多了 一半 一半以上的話 那個爆出來的血量會比較可怕 所以稍微注意一下 一半左右 現在還好 因為我們減傷75%其實是蠻多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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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倍大概50%大概5到6倍吧 5倍我算一下喔 8020乘5倍乘上0.25 一半血量大概他會打10025左右吧 大概打那個血量 我現在還打5000多而已 我試著打用力一點看庫里頭會不會出來 我的力道用力一點點 靠這是什麼用力啊 哇 碰頭還沒出來嚇死了 不要天降水珠啊 喔6000多 差不多這個力道吧我想 哇太大力的樣子了 看起來是太大力了 這都沒辦法了 我們就只能 開水妹 好 然後疊印記 超險的打法 疊印記小心不要斷水珠 喔威力還蠻夠的 好像斷水沒關係 就是 繼續疊 繼續疊 這時候不要斷喔 欸好像可以直接KO的感覺 連水族都不用開了 嗯 開起來好像要開 小小失望 這樣比較介意齁 不過應該 水族自己現在緊急開 直接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印記疊的夠多了 天降蠻多的 真的蠻穩的 我們的保險有 水妹 水族 然後還有一隻鴨 所以有三個保險 應該問題 不會太大 這一關就是也是慢慢打 靠 兩千多還好 我看起來 因為只要 蕭恩有過的話 基本上後面的關卡來說的話 就是壓力不是就 就不會很大了 但是打兩千多 基本上 只要有回到新珠 都是可以補到很舒服的 我之前是用魔隊 更新隊玩的 如果大家有 看過我 我之前打的應該有點像 沒看過沒有關係 就是現在還可以去看 就是現在還可以去看 用第二波羅 妖精隊 那時候是有特別做一個 壓低血量的測試 就是看可以壓到多低的血量 來測試通關這個可能性 直接下來 解測時間的話 有時候是可以開自 無所為 然後再開壓制就好 在那開壓制就好了 然後印記我不打分先再疊 當然下一隻再疊就好了 剛才這隻一波就送走了 也不是一波啦 剛剛那一波爆發就送走了 然後這時候點運機 那血有五十萬 是還OK啦 看一下多少血 四千多還可以接受 還可以接受 但是這時候轉的時候要很小心 為什麼 你的那個 水柱不要斷 我靠還真的就給我三桶狗 完全不給我添加 對他要聽到我的行程就是不給我 鴨子現在可以先不用開沒關係 這樣就對了 這樣才舒服 帶希拉就是這個好處 你可以這樣一直點 我現在斷水了 所以我開著機 非常好 把我的新出全部轉掉 開一下吧 我盡量還是保持有補血的狀態 蠻血是最穩的 像我現在攻擊力 應該有五回合 應該有五回合 所以每一下都是 2點 我每一下都是2.2倍以上 我有一半有2.25嗎 2.25 乘2.25 我現在每一下打到4.95倍 配列 配列還蠻可觀的 但那隻鴨子很保險 你看我水柱都沒 都沒開掉 這樣就打到最後一關了 當然這時候可以我們再繼續點音質 不過我這個還有4回 所以就先扁再說吧 就說新出我沒有取消 3000多 舒服 真的是舒服 比剛剛那隻還好打 喔 這種算命 不能說更新的隊啊 這種好打 真的好打 這隻鳥不拿 怎麼對得起自己的 我們要感謝MH 而且是喔 我可以說他佛心來著啊 這個畢竟抽到 這張放也不是那麼簡單 喔 因為一隻鳥 你要花 要不要一百 一百多體力嘛 你要花十幾顆石頭 一直吃喔 吃不停才 才要辦法練到智能 我大概算一下我一百一十幾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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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一百多體力嘛 我應該要吃很久 我應該要吃很久 我吃石頭要打很久 我吃石頭要打很久 我這時候可以稍微轉圈一下 我看他洗地放著一直放著 我印記疊的時候 我印記疊的時候 不要斷了 我印記疊的時候 我這是關鍵 我印記疊的時候 我印記疊底都沒跳起來 這時候就比較尷尷了 我怕他已按下去 全部有 二 四 六 八 九 還留一顆新書給我 好吧 就是 水組留著也是留著嘛 反正我們還隨便當 預備方來 我不建議第二個雙魚卡 因為我不想斷 就說很平均轉珠的我有出現 其實看起來不知道在轉什麼的那個轉吧 看不懂沒關係 剛剛那combo數有上去就可以了 我不要斷水 不要斷水 不要斷水 OK 來這一套 會雙雙 欸我幹嘛轉哪一隻 反正覺得自己有點 自己有點錯 不過沒關係啦 因為講武還 新出還保留著 新出還保留著我還在補血 這是按我自己的說法 對沒錯 可以看到我這樣打的蠻輕鬆的 蠻輕鬆的 只要雙雙魚再搭配兩個可以 欸最好還有一個爆發 然後兩個可以回復或碰撞之類的 好 由於現在第一系列運機 所以大家會很輕鬆 覺得蠻輕鬆的 所以不要再說系列沒有用 其實他可以這樣用 好 OK 最後一隻 隨便了 反正都最後一隻 好 還OK 我從第12關開始錄 二十幾分鐘而已 我還算可以接受 以上這個 打法 給大家參考看看 畢竟雙雙魚他的優勢在 那其他的應該沒什麼特別要注意的 就是要雙雙魚啦 好不好 雙雙魚 兩隻控場或者 回復力比較高補血之類的 就可以 以上這個 簡單過殘暴 輕鬆拿 拿鳥 拿人的麵鳥 好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